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剧中饰演的董大锤是一个为人善良温暖 大致若愈的关键角色 也是故事中不可替代的一个重要人物 黄子涛 黄子滕二度合作 黄子滕黄子滕二度合作兄弟联手在战热血民国剧租界少年热血档案 是黄子滕与黄子滕的第二次合作 该剧讲述了在风波鬼节的上海谈租界 少年无前黄子滕师演 赫孔一张学丁 董大锤 王子滕师演等人热血极解 为了民族大义 舍弃个人小义 冲破重重阻碍 揭发阴暗 伸张正义 在乱世中谱写了一段传奇的励志故事 此前 在二人首次合作的热血青春 励志剧燕士番之新青年中 王子滕饰演的小王爷温狗豪气骁勇 铁骨铮铮 作为燕士番的成员之一 与黄子滕饰演的燕士番番主贝勒爷崇利明 是生死与共的好兄弟 也是一起同甘共苦的新时代新青年 除了戏里是好兄弟之外 戏外爽朗大方又敬业的王子滕也语真性情 那王子滕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二人更是多次在微博互动 此次 兄弟二人联手出演《租借少年热血档案》 点燃热血青春 揭开冒险帷幕 共同为观众呈现一段震荡江湖的热血传奇故事 让人期待不已 王子滕《租借少年》开机四度出演民国题材 王子滕不断挑战与突破自我租借少年 是王子滕一铁血小子 近黄城 艳势番之新青年 之后第四次出演民国题材剧 多次出演同类型题材 如何突破自己 如何带给观众更新的感受 如何将角色诠释得更加精彩 是王子滕此次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于突破 而在该剧《钟王子滕》饰演的董大锤 从前期浑浑恶的底层劳动人民 到后期思想觉醒之后的工人阶级领袖 角色的成长显而易见 有一个明显的性格与情绪成长的过程 为了更好的诠释角色 王子滕在开机前认真研读剧本 钻研人物 翻阅历史 并积极健身 调整状态 是为给观众呈现出更好的表演 相信董大锤这个角色在拥有细腻演技与精益求精的敬业态度的演员 王子滕的精彩演艺下 会更加的生动立体鲜火 并拥有其独特的魅力 王子滕出身艺术世家的王子滕多才多艺 七岁就作为童星登上央视春晚 曾主演乐库小子 铁血少年 我的爱对你说 鹦鹉见风 蝶仙鬼谈二言是藩之新青年等多部影视剧 作为青年实力演员 王子滕一直有演技和作品说话 精一求精不断打磨演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